261 山頭日報 古然續強勢上供兩市成交重回萬億元 2015年7月14日財經07新華網上海7月13日電本週首個交易日 A 古然續強勢上供 上證中指盤中4000點得以復失 深證城紙和創業版指數則分別錄得4%和5%以上的帳幅 在維持千古像停格局的同時 護心兩市交頭活躍 成交總量重回萬億元以上 當日上證中指以3918.99點高開 早盤回落至3858.64點後開始穩步走高 午後摸高4030.19點 此後胡指震蕩回落 尾盤收報3970.39點 漲92.59點 漲幅為2.39% 深證城紙大漲576.01點後收報12614.16點 漲幅達到4.78% 伴隨股指強勢走高 護心兩市維持普漲價局 僅50餘子品種收跌 不計算SG個股和未股改股 兩市漲停個股高達於1,500隻 其中 創業版正常交易的個股絕大多數以漲停價位報收 行業版塊表現顯著分化 供水供氣、綜合雷 以及近期持續領帳的運輸物流版塊出現在漲幅榜前列 銀行、石油燃氣兩大權重版塊則雙雙雙疫勢收跌 前者跌幅高達3%以上 伴隨人氣回徵 市場交投也趨於活躍 護心兩市分別成交7824億元和3918億元 總量超過1.17萬億元 交前一交易日明顯放大